台語聽有無 每天報信書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神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台語聽有無 最近電歌變成是台灣社會大家討論的議題 其實電力是現代人的生活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說現代科技和文明 都是建立在電力上面 你想看看 如果沒有電 手機電腦不會開機 車不會開機 工廠沒有開機 人類一切的生活 都要倒回去很完善的時代 這樣我們就知道電力的重要性了 今天我們就要來和大家分享 和發電有關系的台語思 台灣目前主要的發電方式 有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性靈發電 風力發電 和太陽靈發電 這些發電的方式 都有它的優點和發電 會面對觀眾朋友一一來紹介 以前是像台灣發電量超過80%的火力發電 所以有的火力發電 就是創造這些化酒靈緣 所三星的靈能來發電的方法 化酒靈緣就是動物死去之後 那個死體 經過數百萬年的變化 所轉變出來的物質 目前用來發電的化酒靈緣 以土拌和天然氣為主 土拌就是媒拌 天然氣後有人叫做天然或數 火力發電就是用這些化酒靈緣 涼火 把水燒成水氣 利用這些溫度很高 壓力很大的水氣 來帶動那個發電機來發電 用土拌發電 原料燒 又好出力 總是會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 所以這幾年他們去很多人的反對 用天然氣發電 可以解割空氣污染的問題 總是天然氣比火拌 多過很多 更有複雜 要穩散 要保存 要保存 都有更大的困難度 只說前一陣子 要在土拌的大潭 設天然氣的接受站 就因為可能的破壞 海操打 或是法議說的藻礁 來影響很大的政議 那如果佔臺灣發電量第二段 是涉靈 目前佔臺灣總發電量的10%以上 這也是臺灣社會 政議最大的一種發電方式 它的發電原理 大概是用 由造成的戰療 在歡迎樓裡面進行 涉分裂 再用涉分裂 天氣空氣無量 不會申請拖擺風 所以有些國家 自己做清氣靈緣的一種 總是涉靈電廠發電後 那些關節和價格的火器物 目前都是要不完全解決的問題 更不要說 如果涉靈發電槍發生事故 像前幾年日本 福島的涉靈電槍這樣 所謂引起的嚴重效果 所以反對涉靈發電的人 在全世界都很多 這樣發電量 第三段是再生靈緣發電 包括太陽靈發電 風力發電等等 再生靈緣看起來 是全寬佈 總是它發電量不穩定 像太陽靈就要有出日 風力發電就要有風 並不是隨時都可以發電 也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開電槍 另外 太陽靈幫在這次過程的誘養 和風力發電的過程 會產生的很大的影響 這都是再生靈緣的問題 目前人類有辦法使用的 人和發電的方式 都有它的誇張 可以說 並沒有一種完全清潔的靈緣 所以保護地球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大家都來自生靈緣的使用 今天這個台語聽有無的說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把時間交給主播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